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麦玉姐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调查显示 中期选举后 拜登支持率趋于稳定 美联社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在中期选举之后 拜登总统的支持率为43% 中期选举时 民主党人超出了一些观察家的预期 击退了众议院的红色浪潮 并赢得了参议院 今天公布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也发现 拜登的支持率约为40% 与9月份的调查结果相同 美国与俄罗斯达成换球协议 女兰球星格林纳终于获释 美国职业女兰著名球星格林纳 入境俄罗斯时 因运带毒品罪遭俄罗斯逮捕 美国政府一直努力营救 经过三个多月协商 美国和俄罗斯终于达成了换球协议 美国交出恶名昭著的俄罗斯军火商 维克多布特换回格林纳 现在它已登上返回美国的飞机 全球生活成本最高城市 纽约第一 洛杉矶第四 根据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 最新全球生活成本调查 纽约市和新加坡并列第一 成为世界上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特拉维夫排在第二 洛杉矶从2021年的第九位 上升到今年的第四位 九金山排在第八 涨幅最大的十个城市中 有六个也在美国 包括圣地亚哥和波士顿 机器过热恐着火 3M召回近52万台Skatch护背机 由3M生产的Skatch护背机 如果机器过热 安全功能可能会发生故障 造成火灾隐患而召回 此次召回型号为TL1302 消费者应立即拔下插头 并停止使用 并联系3M已获得全额推款 目前已发生9起护背机起火事件 其中包括3起轻微财产损失报告 没有人受伤 中天中望 正丽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